来看到医疗的讯息 天晴炎热气温动辄就30度以上 让不少从事户外工作的民众 中暑的几率是大大增加 而如果民众是出现了头军 大量出汗 恶心等症状 就可能是会有轻回中暑的情况了 而不少民众都会自行刮痧 但怎么刮才能够正确的缓解症状 透过镜头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另外可以再从风池这边沿着警测 这边挖下来 医生指着穴位说明一般刮痧的穴位 从膀胱筋顺着往外刮 天气炎热动辄30度以上的高温 民众水分又补充太少 就容易出现头晕恶心等轻微中暑的症状 如果有的人是在炎热的太阳底下工作 或者是比较高温门热的环境工作 那这种人中暑的情形 通常我们认为是阳暑 那阳暑的话他自己会觉得身体比较有那个发热的感觉 那也会口渴很严重 那所以这时候就是要尽量补充水分 那如果补充水分后还不能解暑的话 那我们中医的话可以用刮痧 或者是用一些清热的药物来做治疗 医生表示一般在大太阳底下的中暑才能够以刮痧的方式缓解不适 民众若是自己在家刮痧 必须要使用光滑平整的器具 并且使用适当的润滑 在针对肩颈的部位 与皮肤呈现45度角青刮 从上往下游内往外刮 刮痧的时候要用适当的润滑 比如说有一些油膏 精油膏 把它涂布以后 这样刮也比较不会受伤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刮的时候是单方向刮 不是来回刮 基本上我们通常都是由上往下 由内往外这样 但并不是所有中暑症状都适合刮痧 如果是长期待在冷气房 喝冰饮吃冰品 皮肤无法排汗所造成的阴薯 就必须要靠身体排汗 或是吃解寒气等食物 阴薯的话就跟阳暑不太一样 可能阴薯的话就必须 处理方式的话 就必须要用一些让毛孔张开的药物 然后再打上清热药 这样才能把阴薯的症状解决 医师表示要预防中暑 平时要多补充水分防晒 而长期待在冷气房工作 则是要多到户外走动 避免身体出现不适的情形 介绳传台中厂报道